有的人说不来了 师父你为什么还来 都是因为你们不争气 掌声一下 你们都成佛了 我来干嘛 我天天唠唠叨叨 唠唠叨叨 不是很烦人 你们都成佛了 就我也不用来这受罪了 我也有烦恼 你们不修不练 我恨死我了 恨不得霸了你们的皮 然后拿皮鞭子抽你们 又怕你们call police又不敢 打人现在犯法了 但是不打不成气 恨的不骂不成气 骂一骂 打一打 还知道觉醒 但是现在这个方法 又不能用了 把我气死了 现在不打 你们不打不骂是祸害 你看你们 以前还要拉倒 我不教你们了 后来你们中间有个师兄弟 你们得感恩他 他说师父啊 你不能够 只教想着一生成佛的人 这个苦难众生太多了 他们只要愿意亲近你 你都要给他们机会 给他一个掌声 后来我就发现 我之前比较偏重于寄身成佛法 我这不想浪费时间 教那些没用的人 后来我这一发现 我大悲心不够广大圆满 人家提醒我了 这法界 应该是我的个大护法 把他来提醒我 他说你不能这个样的 这苦难众生太苦 这确实是 观法界众生 六道众生 包括你们都太苦 说是你不行不行 所以说刚好时空 他也在转变 下来接引法的力度很大 那么又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时空隧道 那么这刚好还有二十年的望运 所以我们借着这个 来推广这个接引法 所以这个法会结束以后 休时间教你们两部法 一个是长寿佛法 这个把所有的疾病 所有的不顺 怎么去去除掉 这个长寿佛的灌领 长寿佛法 那么第二部是殊胜的 就是你们要做接引道人 这个叫接引佛 叫做接引道人 接引道人不是一个 是你们每一个人 都要能够修成破瓦 修成千石 那你们修成了以后 你就可以帮助有缘众生千石 这包括已经过世的亲友 和你有基因纠缠 你都可以用千石法 帮他把神石迁移到诸佛净土 诸圣者净土 所以这部法也要赶紧传给你们 这叫千石 在这个密藏里面 它叫破瓦法 破瓦法 那么这跟时空有关系 时空的变化有关系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